它是全网最顾家的狗 每天出去逛街 它都不会忘记给主人带些东西 今天有可是能端回一窝鸡蛋 明天也有可能是叼回一只鸡蛋他妈 后天或许弄回个马桶盖子 隔天背不住就整了个大份勺子 总之只要它看见了 不管有用没用 它都会毫不犹豫地带回家里 网友看了都说 这只狗实在是太顾家了 有了它吃的用的都不愁了 它就像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每一天都会带给主人不同的惊喜 它叫月月 是一只金毛犬 每次月月出门回来 从不会空着狗嘴进家 不是嘴里含着几块糖球 就是叼个地瓜送给妈妈 知道妈妈爱吃水果 哪怕外面下着大雨溜达回来 也要给妈妈带上一串琵琶 你想不想啊 现在那么大雨 我下雨不要叼到你回家了 回来吗 我又没怪你 就连自己最喜欢吃的骨头 在外面看到了 也是舍不得吃上一口 全都拿回来孝敬妈妈 我说铲屎瓜 孩子这么孝顺 你好歹 也得吃上一口吧 自知有时候带回家的东西 不那么光彩 所以 每次进屋时 月月总要匍匐前进 然后迅速关上房门 才肯把弄到的宝贝展示给妈妈 但总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时候 偶尔失守的月月 被邻居发现 也会被狠狠羞辱 我说月月啊 你这趟出去狗脸丢的 也太大了吧 别看月月在外面总是惹祸 但在家里 她可是姥姥姥爷生活中的得意小帮手 老爷这边上山打柴 月月就帮着老爷把柴送回家 姥姥织毛衣 她就帮忙捋毛线 姥姥做饭时 她就安静地坐在那里 帮着姥姥烧火 姥姥这边装麦子 她就用嘴帮姥姥把袋口打开 看见姥姥在干活 她又贴心地帮姥爷拿来凳子 并陪在姥爷身边 有网友留言 月月为这个家 简直是操碎了狗心 如果家里没有她 还真是样样不行 那么你还知道 有哪些既顾家又懂事的狗狗 欢迎评论区留言